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 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报道 北京时间23号16点27分 中缅边境发生李氏5.6级地震 给云南西双板南州蒙海县造成了比较大的破坏 地震造成蒙海县达罗镇一人受伤 四间民房倒塌 五万多间民房受损 地震发生以后 云南省迅速启动二级响应 紧急转移安置1.6万人 并拨付15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抗震救灾 及时恢复断水停电村寨的水电供应 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有关部门还为大陆中学和中心小学搭建帐篷 确保学生周末结束到校后能住进帐篷 因大陆卫生院病房受损严重 所有住院人员转到帐篷里接受治疗 目前灾区社会秩序正常 各项抗震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关于这次地震的救灾情况 我们还会继续关注 今天上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公布了2007年6月4号到7号 中国和菲律宾警方联合侦破了公安部 2005年督办的蔡山跨国制范冰毒案 2004年8月福建省公安厅禁毒总队获得情报 一个名叫蔡山的人涉嫌组织人员和走私抑制毒化学品 往菲律宾开设工厂制造冰毒 2005年6月公安部将这起案件列为都罢案件 随后我国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香港等地警方 进行了多次情报交流 今年5月24号 香港警方发现蔡山从菲律宾飞到香港 他们马上派警察到广州通报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安部禁毒局立即部署对团伙成员进行监控 6月3号晚上蔡山在北京被侵获 与此同时 福建警方抓获了涉案嫌疑人陈春山 卢文献 邱文芳 蔡华清等人 广东警方也将涉案嫌疑人诗员和抓获 6月6号 在公安部禁毒局的统一协调下 菲律宾速毒局根据我方提供的情报和设计方案 成功将菲律宾籍成员陈天使和福建籍成员欧阳志军抓获 随后顺限查获了在菲律宾的一家制毒工厂 缴获成品及半成品冰毒180多公斤 并摧毁了两所毒品仓库 这个案件共缴获丙酮 以泥等制毒配剂近十吨 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系统运量的30%以上 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最后一片钢梁的焊接完成 这座全长36公里的世界第一跨海大桥 也在今天宣告全线贯通 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起宁波慈溪横跨杭州湾 北达嘉兴海岩为双向六车道 行车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公里 在三年多的建设中 大桥建设者创造了梁上架梁二次张拉等新技术 共架设了206块钢箱梁 安装了5474根钢管桩 并创造了单桩最大长度89米的世界记录 这座大桥完全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和自行管理的创新型大桥 大桥的建设还创造了五项世界新技术 大桥的建筑水平达到世界一流 大桥总投资约118亿元 于2003年11月开工 计划2008年建成通车 通车后 从宁波到上海的陆路交通距离可缩短120多公里 行车时间可以从现在4小时左右 缩短到大约2小时 将有效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融合 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会议 研究部署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 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是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所办的一件实事 这是继全面取消农业税等重大会农政策之后的 又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决策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充分认识建立这项制度的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这项工作的目标原则和关键环节 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纳入保障范围 切实把这项利民惠民的德政办好办实 今年的工作任务是 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低保制度 并确保在年内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到户 今天是第20个国际禁毒日 各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 让更多的人真爱生命远离毒品 今天我国首个国家禁毒教育示范基地 在北京落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周永康出席仪式 并参观禁毒展览 刘琪周永康表示 禁决毒品功在当代力在千秋 组织开展禁毒人民战争 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是一项得民心顺民意的民心工程 司法部今天在重庆举办 禁毒日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文艺演出 揭露了毒品的巨大危害 成都呼和浩特长春等地 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毒品的危害 今天天津武汉长沙西安 辽宁盘山山东藻庄等地的民警 走进社区走入家庭 倡导大家自觉抵制毒品 郑州太原等地的基毒民警 把禁毒知识讲座办到了学校 他们用生动的案例 深入浅出地对学生进行禁毒教育 在镇江富阳等地 禁毒部门与各娱乐场所负责人 签订了公共场所禁毒告知承诺书 共同抵制毒品对青少年的侵害 福建 辽宁 黑中江 近日也对近年来收缴的毒品 进行统一销毁 今天国家禁毒委还慰问了正在北京治疗的 极毒英雄罗金勇及其家属 手还是有一点反 用力 用力 情况不错 云南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对中万亿特大毒品走私案 进行了公开宣判 这起案件是大陆警方与台湾警方 就毒品犯罪进行的首次成功合作 北京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也分别公开审理了一批 制造贩卖运输毒品案件 公安部昨天通报一起 特大跨国制犯冰毒案 警方共缴获成品及半成品冰毒180公斤 以及制毒配剂近10吨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重庆 10年前工业总体效益还处于亏损状态 到2006年工业利润达到了155亿元 不断创新成为提升重庆工业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日前国内第一台直接以氢气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 在重庆长安汽车集团成功点火 标志着中国在汽车清洁动力研发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 10年前长安还只是一个年产7万台V型车的小企业 引进国外技术进行国产化生产是他们的最大梦想 而今天长安已经拥有整套汽车开发流程和标准 可以同时进行12个系列整车和3个系列发动机的开发 强大的产品研发体系成为长安开拓市场的核心支撑 2006年长安汽车产销突破70万辆 稳居国内汽车制造业的前五名 到2006年末 重庆有84个工业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三位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每年4500多项工业企业专利 比10年前翻了近20倍 今年全市完成工业增加值5000亿 是直辖前的4.6倍 直辖10年 重庆工业在技术创新的助阵下 实现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工业利润 新产品产值等五个翻番 未来几年 重庆将建成长江水运等三大产业密集带 坐大坐墙 汽车摩托车 装备制造 天然气石油化工等六大产业集群 形成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山东省构筑无缝覆盖的 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体系 确保每一个城镇居民都从中受益 山东危海的宋先生 近日从医院一次性领回 替子女报销的8800多元治疗费 他说 前不久 子女查处患有妇科肿瘤 一个月就花去了11000多元 幸亏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与这个保险是有点了 一年开来花得十几万块 这样政府来讲 能够我们保80% 给我们全家 减轻了不少的经济负担 从今年三月开始 山东省在威海青岛两市 率先启动了全民医保试点 为那些没有固定单位的城镇居民 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 考虑到群众的承受能力 城镇居民按上年度 当地在港职工 平均工资的5%缴纳保险费 在校学生及婴幼儿 按2%缴纳 济南市还通过分离参保的方式 解决破产关闭企业和特困企业 退休职工参加医疗保险的问题 特困和破产企业退休人员的医保 不再与单位挂钩 而全部由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 并设立个人账户专款专用 到明年年底 这种无缝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 将在山东省全面推开 届时 全省1000多万城镇居民 都将享受到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 本台消息 新华社今天播发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方案 方案对第二次土地调查的目的意义 主要任务组织实施等 做出了详细说明 记者从国家广电总局获悉 为了让居住在边缘地区的农民群众 2008年能够收听收看到北京奥运会节目 今年中央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25亿元 加大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 按照工程计划 我国将在2008年6月底前 全部完成全国3325座大中功率 无线发射台站和6177部电视调频 和中波发射机的更新改造任务 届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广播节目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和第七套电视节目的人口覆盖率 将分别达到84% 82%和68% 提前实现 十一五十七中央广播电视节目 无线覆盖规划目标 日前 我国发布了第一部电子商务发展 十一五规划 提出到2010年 网上采购与销售额 占采购和销售总额的比重 由2005年的8.5%和2% 提高到25%和10%以上 经常性应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 占中小企业总数的比重 由2005年的2% 提高到30% 自由品牌的电子商务关键技术装备与软件 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 十一五期间 政府将通过政府采购电子商务试点工程等六大重点工程 引导我国电子商务发展 让电子商务服务业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 从事气象工作36年 始终致力于把气象科技与现实的农业生产结合起来 他就是辽宁省复新市气象局局长崔广 进入六月份以来 辽宁一直干旱无语 但当地农民对今年的收藏仍充满信心 那崔局长讲 就是包苗打造十二层个医院 他说再又不安又不下雨 可能也没啥问题 我有点不担心 老猪说的崔局长 就是复新市气象局局长崔广 根据复新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 崔广探索出了利用伤情 适时早播的抗旱办法 并得出了4月10号到20号 是当地玉米最佳播种期的结论 在崔广的倡议下 十年来仅此一项 就使当地粮食增产 累计超过十亿公斤 复新是个多风的地区 如何利用风能 最基础的工作 是获得完整的数据资料 为此从2001年开始 崔广就带领同事 到复新各个山峰的风口 去收集数据 就这样鞋 他一个月就得穿回一双 现在没办法给他买发毛鞋 发毛鞋底厚 面还比较结实 就这样崔广 每天步行几十公里 掌握了复新地区 40个风场的详尽数据 目前一个投资 50亿元的风力发电项目 已经在复新开始实施 今天北方部分地区的高温 干旱天气依然持续 北京济南 太原 长春的气温 维持在35度以上 新疆南疆盆地的最高温度 超过了39度 河北邯郸市 在经历了持续多日的 39度高温天气后 昨天下午遭受了一场冰雹袭击 最大直径近三厘米 湖南红江市这两天 遭遇特大暴雨 五小时内降雨量超过210毫米 都涨的河水 将两座小型水电站冲回 中央气象台预计 明天起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 将逐渐减弱 而中东部的降雨 则会持续两天 下面请开一组简讯 国家开发银行将于明天起 在香港发行50亿元人民币债券 债券票面年利率为3% 期限两年 这也是境内金融机构 在香港发行的第一支人民币债券 由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举办的 中国当代发明家 创新世纪首场报告会 今天在北京举行 抓斗大王 包起翻 发明椰子水 制作食用纤维的中春宴 无比输入法发明人 王永民介绍了 各自发明创新的经验 从今年起 教育部直属高校将停止招收成人教育 和自学考试托产班 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教育 和继续教育的办学形式 将以业余学习为主 今天在天津开幕的2007 国际生物经济大会 展示了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的 500多项新技术 其中 杂交道 抗虫棉 克隆牛 基因工程 乙肝疫苗等生物技术 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 我国最大的保险集团之一 中国人保控股公司 今天更名为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 国内首个水上交通安全 监管救助系统布局规划 今天发布 按照规划 到2020年 我国专业救助力量 在沿海离岸100海里 应急到达时间不超过90分钟 内核应急不超过45分钟 人民救助有效率大于93% 规划涉及的投资 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 由国家开发银行 出资承办的中非发展基金 有限公司 今天在京成立 基金总额为50亿美元 从7月1号起 北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高额度调整为60万元 这是自2003年以来 北京市首次调整 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高额度 我国自主研制的 H425型直升机 近日通过专家验收 并投入使用 这是目前国内 最先进的民用直升机 昨晚 一台名为盛世华章光影传送的 香港回归十周年 电影界庆祝晚会 在北京举行 100多名香港和内地电影界人士 用歌舞等形式 共同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 以及两地电影界 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民族芭蕾舞剧 大红灯笼高高挂 近日亮相雅典艺术节 拉开了中西文化年 系列交流活动的序幕 近年来 中国与希腊之间的 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 每年都有100多项 为期一天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国际联络小组部长级扩大会议 25号在巴黎结束 会议讨论了达尔富尔政治